哈嘍大家好,我是阿蘭 今天接著帶大家看入肩同學入魔了第三季 第一季和第二季以及上集的解說未經放在資訊欄 沒看過的先去看 不然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上集說到收穫季正式開始了 多洛多洛兄弟找來了阿斯莫德和薩伯諾克 說是要和他們決勝負 不過不是那種決勝負 畢竟暴力行為會直接被淘汰 所以比的是看誰狩獵的首領及獵物最多 他們贏的話多洛多洛兄弟將直接把獲得的分數拱手相讓 約1200分左右 而多洛多洛兄弟要的並不是他們的分數 之所以從戰場回來是為了帶某個人回去 他是阿斯莫德等人的師父 同時也是多洛多洛兄弟的師父 好了以上就是目前第一季的戰況 現在來看看第二季 克洛姆直接憑一己之力掌控了第二季的全部魔獸 魔獸們全都主動的給克洛姆獻上食材作為公平 再加上凱伊姆的翻譯能力 控制他們就更簡單了 好在呢克洛姆不喜歡暴力 不然躲在旁邊觀察的兩人估計早就被吃掉了 這兩隻並不是這個地區所屬的魔獸 所以可以肯定這兩隻都是克洛姆的死魔 到了這裡克洛姆就樂壞了 引人注目一直都是他的夢想 現在入見不在這裡 沒有人可以忽視他的美麗了 想到特訊那活的痛苦 克洛姆不禁發出了悲鳴 訓練的同時還要兼顧演藝事業 加上那些魔獸根本不懂自己的可愛之處 而現在他拋下了自己的可愛 剩下的就只有美麗了 說完魔獸們全都燃了起來 來說說要熬過這四天收穫季都需要些什麼技能 第一自然就是力量 現在第一區和第二區已經正處於強者之上的階段了 第二就是姿勢 能力的人 那便是最狡猾之人 這邊幾人以植物社團的索拉斯和安洛瑟為首組隊 裁了將近1500分的食材 到了這裡他們需要把食材送到報告塔換取分數 分數會在時間剩下一半時發表 原本說是會把分數評分給一起組隊的人 但索拉斯剛剛說有1500分的食材其實是騙人的 這兩代至少有2000分以上 索拉斯跟安洛瑟提議多出來的500分他兩評分 這邊是收穫季必不可少的謀略 有戰略格局的人人生格言一般都是 不謀全局則不足以謀意欲 但顯然索拉斯就有10個弟弟 面對智商天花版安洛瑟他還是略遜欲仇 安洛瑟的戰略思維是大小堅固 大到全局小到局部 這個塔甚至是裡面的勞斯都是假的 他讓索拉斯聞了一種能打亂方向感的花 帶著他來到了安德魯甲辦的報告塔 這波直接就把2000分拿下了 他倆不禁感嘆經過了地獄般的訓練 他們終於是成功了 時間回到特勤那夥 福爾福爾軍曹把他們帶到了魔戒俱樂部 但就在享受完樂園後地獄卻開始了 因為福爾福爾軍曹直接就把他們給賣了 福爾福爾軍曹不僅沒幫他們付錢 還把自己的債務推給他們 兩人這才意識到這都是這個男人設下的陷阱 這邊是大人之間的耳魚我詐 就這樣兩人開啟了打工日常 但就是這樣枯燥且乏味的打工卻讓兩人收穫了大批技能 他們以旁觀者的角度站在了全局 看到成年人之間的進退攻防 久而久之他們就獲得了 喘測對方內心想法的能力 這邊他們慣例和福爾福爾軍曹玩猜硬幣遊戲 只要猜中硬幣在哪隻手福爾福爾軍曹便答應放走他們 很顯然他們一次都沒贏過 也完全沒看出福爾福爾軍曹到底用著什麼手法 但他們也是有野心之人 經過了三個星期他們再次挑戰福爾福爾軍曹 當硬幣扔起的那一顆安德魯發動技能 在不知不覺中就把硬幣搶了過來 畢竟猜的是硬幣在哪隻手 並沒有特別規定是誰的手 他們要找的並不是被騙的原因 而是反向思考 思考要如何騙回去 他們說是總有一天一定會想方設法騙倒福爾福爾軍曹 看完全常都為他們歡呼 就在這時福爾福爾軍曹感動的大哭了起來 然後嘲笑他們猜錯了 兩人連自己的手法都沒猜到 還彈劾如何打敗他呢 人約是在覺得自己佔優勢的瞬間都會失去警惕 這也算是給兩人上了一課 福爾福爾軍曹表示 如果兩人在收穫季獲得優勝就接受他們的宣戰 這波看來是非贏不可了 現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區都被問題兒童們占盡了風頭 剩下就是陸堅所在的第四區了 只見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似乎在包圍什麼大型獵物 但前方只有一個學生 那便是陸堅 凱央只是想先擊潰優秀的問題兒童 接下來陸堅將會如何表現呢 我們就下回分解 好了以上就是陸堅同學入魔了第三季第五集的內容 後續劇情我會盡快給大家更新的 喜歡的話不妨按讚訂閱關注我 不喜歡的話也是要硬硬點個喜歡 有什麼意見或看法歡迎留言在下方討論 我是阿蘭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